土地改革后 工商繁荣 为解决都市土地问题 乃施施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是我们的基本的国策 那么也是我们宪法142条守定的 这个我们在台湾实施了 不仅仅是40年了 应该算60年了 我们平均地权条例是 都市平均地权条例在民国 43年就制定 45年开始实施 早期实施都市平均地权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不论就政治经济 或整个社会来讲 那么它的政策效果 应该是有正面的 因为刚才实施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 对于土地增值税 或地价税这部分的税收 对我们财政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那么可是我们政府在推行上 因为当时也有比较积极的作为 在立法上也都能够 有比较能够配合政策的实施 来完成立法 这是早期的状况 可是平均地权 到了实施 到了我们第二阶段 是前面平均地权这个时候 在这个阶段 因为平均地权的扩大实施 整个时空环境都有所改变 改变完了以后 再也有很多住都面 还有一些不近理想的地方 所以实施的成效 很多人刚才讲的是有包扁不一的 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在土地利用方面 尤其像四地重化七段争说 这个是地均取利方面 可以说效果非常大 因为对我们政府 公共建设都市发展 以及我们土地的利用方面 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一个全面实施 平均地权政策纲领 记得有二十三项 这二十三项教到执政党 从政党院研究推动实施 当然第一个教到内政部 内政部的责无旁贷 就是要 第一个你要全面平均地权 要先把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 修正为平均地权条例 所以在这个情况 第一个要修法 修法的时候平均地权 那个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因为修正平均地权率 那么要那个草案提出来 财政部指张什么 他们要把土地税法 要单独定定 你晓得过去我们平均地权条例里面 是规定地价 造价征税 造价说明 账价归功 造价征税跟账价归功 这是有关土地税的部分 主管机关是财政部 财政部 在执行政策的时候 财政部认为 我是主管机关 可是我引用的执行这个政策 都用平均地权条例 这是内政部的主管的法规 所以他们说你现在平均地权 都市平均地权 修正为平均地权条例 那我们把土地税的部分 我们要单独定一个土地税法 报到行政院 最后行政院怎么决定 两法并立重复规定